优优独播放 為什麼 波音急著要上市呢 其實去年我在九月的時候 也寫過一篇文章 主要的原因是 Stone Cipher在接手波音之后 一个很重要的增加利润的手段 就是Outsourcing 它把它连原本是波音的分布 通通割出去变成独立的公司 比如说在Wichita Kansas的 Spirit Aerospace 就是专门负责替波音造机身的 整个机身的生产 原本是波音的机身生产部门 整个割出去变成一个独立的承包商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我猜从一个外行人来看 他们做的原因 是不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原来的 Course Department变成一个Profit Center 对 就是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波音的福利 所以人员的薪资费用高 你这分出去变成小公司以后 你就可以大量的去砍 砍他们的福利跟薪资 第二个是 这样子连比如说 做机身的都独立出去 有关机身的那些研发还有器材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Capital Expenditure 就变成这些公司要出钱 对不对 这样一来 你的波音的投资报酬率 还有利润就可以上去了 因为你花大钱的不是波音出钱 而是这些公司出钱 那你可以去挤压 供应商嘛 所以他们的那个地位 政治地位比你弱 你可以去挤压 让他们的利润率低 波音的核心 就变成利润率就可以弄上去了 这是 这是MBA要把一个公司的利润率 搞上去的一个手段之一 Outsourcing的好处是在这里 不一定说是效率高 但是就像可口可乐装瓶的那家公司 不是可口可乐本身的 可口可乐只卖糖浆 那个糖浆卖玉以后 装瓶真正送到超级市场的是另外一家公司 为什么 因为装瓶那个东西需要机器 需要雇一大堆工人 这种真正物理上的 要投资一大堆钱的 你的利润率先天就不会高 所以他们把那个所谓的智慧财产 集中在一个小小的总部里面 就只有几个律师 还有几个MBA在那边管 然后那个 卖糖浆的话 你这个解释非常清楚 你这个解释非常清楚 这就是他们美国商学院 在过去这四五十年来的创新 就是搞这些 怎么样把利润搞上去 但是他们这样搞的结果 就是把整个产业都搞得空心化 美国的这个现在经济这个产况 不是中国人弄的 而是他们自己放弃的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FAA 是在准备要让737 MAX重新上市呢 因为波音在整个2019年 在Millenburg被开除之前 一直都还是在高速生产737 MAX 他有100多架 接近200架的737 在七雅图的停车场上等着 他不是傻子 他明明知道这个 富飞是遥遥无奇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你这些供应商 他有这么几百个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以后呢 又有第二级的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都是原本就是 中小型的企业 原本利润就很微薄 我刚刚解释 为什么要out source 就是要把他们的低利润的部分 通通割出去 那他们原本利润都很微薄的话 他们你如果没有生意 如果他们一下子停产 他们撑不下去 他们撑不了多久 绝对撑不了一年 所以过去这一年 波音才会像 在节目一开始讲的 他们花了100多亿美元 来继续生产737 为什么 就是为了要让这些供应商活下去 这些供应商要是活不下去 关门了以后 他们那些生产器材 还有熟练的工人就都不见了 你一年两年之后要复工 也找不到人 事实上 Wilhelm Berger被开除 在两个多月前被开除之后 Kalhun第一件事情 上台第一件事情 就是停产737 为什么 他看到的是 哇 你这样子每个月几十亿美元 我们撑不下去 我们的全部的 你刚刚提过 他的全部的那个 credit line 也就是130亿美元 对不对 你这样子顶多也就是撑一年 我们不能够再撑一年 你这个如果付费撑到年底的话 那还得了 但是到了二月 Kalhun刚刚进入状况 他就知道 为什么Milhelm Berger会这样子 在二月的时候 波音反过来去雇了700多个机械工 他们在二月反过来去雇人 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工作可以做 他还跑去雇人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要付费 你不付费的话 这些供应商很快都要死掉 所以他这一次不是去跟FAA 讲说我要你替我们做假 他们只是跟FAA讲说 我们要活不下去了 所以到那个二月二十三日 波音的民航部门 叫做Commercial Division 他的那个总裁叫做Stan Deal 他宣布将特别发出 四十亿美元的现金 给所有的供应商 来帮助他们入过难关 所以我的预期是在二月的时候 就是一个月前 FAA的计划原本是要在四月左右 就让他付费 另外一个线索是 因为这一次MCA 已经变成重死之地了 所以他们不可能再说 不要求那个飞行员做训练 所以飞行员必须要先受训练以后 才能够飞737 MAX 问题是因为他们原本没有要求这一点事情 全世界737 MAX的训练模拟器 你知道有多少吗 只有36台 全世界只有36台 也是一个月前传出消息 那个供应商叫做CAE 开始量产 提升这个产量 开始生产这些 所以从这些蛛丝马鸡 我也可以看出 大约是四月准备要让他复飞 那复飞之后 他就可以开始交货 然后供应商就可以活得下去 那现在的问题是 一个月前他们还没有预期到新冠疫情 他们那时候还认为 新冠是中国的问题 他们认为我们损失了中国 是顶多损失中国市场 事实上中国在对波音的出的问题 认识的是很清楚 过去这一年 除了中国民航局是第一个 净飞737 MAX的管理单位之外 他还把基本上 几乎所有的787的订单都砍掉了 所以波音必须要减产787 就是因为从中国的订单都不见了 事实上 787有两个工厂在生产 一个是在西雅图 一个在南卡 南卡的那个工厂 是由卖到的人变起来的 所以管理特别的差 那他那边生产的787是 全世界都知道是所谓的Lemon 有很多公司 包括中东的航空公司 在签约买787的时候 都特别指定 我的787必须是 西雅图那个工厂生产的 我不要南卡 好可怜 中国是在3月4月禁飞 去年3月4月禁飞737之后 好像就有做检讨了 然后你知道中国 这个行政的方法是 他们只做不说的 他们就闷声不响的 把787的订单全都取消了 就是他们大概也是认知到 波音的问题不是只有一个机型 而是整个企业的文化 都已经烂掉了 所以你连787也不能够信任 那当时很多人都说 737再怎么烂 787再怎么烂 你还是要买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的民航 是一个独Apply 空中巴士占一半的市场 波音占一半的市场 那现在原本这个民航机是供不应求的 看一下他去年2019年空中巴士 交了550架飞机 但是拿到800架的订单 所以民航机市场在一年之前 还是供不应求的 交机是550架 订单是800架 所以当时一般的观察员都说 你原本两家都供不应求 你如果大家都不买波音 要去买Airbus Airbus再怎么增产 也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 所以波音无论如何 还是会活下来 那现在最大的变数就是新冠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这个新冠是二战之后 最大的全球性灾难 它打击的除了我刚刚讲的石油业之外 其实更直接的是旅游业 现在不但是美国跟欧洲很多国家 这里禁飞那里禁飞 事实上也没有几个乘客愿意冒险 到飞机场或者是飞机上面 因为飞机上面那个空气这样一直循环 很容易传播 非常容易传播这个定度 所以大家都很理智的要去避免飞行 所以现在已经有一大堆的cancellation 就是波音在2月已经面临了很多的cancellation 波音2月交机了18架 cancellation反而有60几架 一个月cancellation反而比交机要多出三倍 还有连Airbus在两个礼拜前都宣布 他准备要砍他们的产量 就是Airbus现在已经要砍他的产量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航空公司不需要去排队 你根本不需要等737了 原本大家是供不应求 现在你的那个需求一下子被腰斩还不止 那反而是供过于求了 就只有Airbus一家也已经供过于求了 你需要这种单通道飞机的 就直接去跟Airbus买A320就行了 所以这么一来 波音即使是有FAA的护航 能够在4月5月复飞 然后准备要交机 所以我认为除了刚刚提到 在节目一开始我提到的一些 那个页岩油的厂商之外 另一个很可能会破产的知名企业 事实上是一个超大型的企业 就是波音 在年底之前破产 至少有一半的机会 那当然 美国政府不可能眼看着它消失 所以一定会像2008年去 就通用那样子 由联邦政府接手 所以波音的股票 我其实是两三年前跟你说 我要谈波音的 结果昨天那个波音的股票 跌了40% 其实它一定会跌到零 我应该说有大几率会跌到零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原本支持波音生意的最后一个因素 就是整个世界是一个duopoly 所以功不应求 大家没有选择 你这个 它的生育再怎么烂 大家至少在未来两三年 还是必须要跟它买 现在没有人要买 原本就没有人要买了 那你还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我顺便再提一下中国的那个C919 就是跟737竞争的那架机型 因为造大飞机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所以它一言再言 现在看来至少要延到2022年 就是两年之后才能开始交机 而且刚开始交机的第一年 产量一定很低 那我在去年讨论波音的时候 我就说一个解决的办法 可能是你用比它小一级的飞机 来提供来做替代 部分的替代 然后用比它大一级的飞机 来做部分替代 来想办法弥补这个空洞 今天我刚好看到有新闻出来说 中国商飞 它目前只有一型飞机是在量产 就是ARJ21 它就是比这个C3G MAX要小一号的 飞机 它已经决定要建立第二个生产线 就是要把产量加倍 这是另外一个证据 就是说中国已经准备要 想办法替代C3G MAX 即使C3G MAX赴飞 中国也不可能再大批的订购 而这些这种决定 不是在新冠疫情出来以后才决定的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宣布 都是几个月前就已经决定 所以他们在新冠疫情出来之前 就已经知道 要替代波音的737 而且已经停止大批购买波音的787 所以波音基本上生意原本就已经有三分之一不见了 现在在新冠疫情出来 连剩下的三分之二也没有 就一个基本的 从一个consumer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波音纪念到今天 它的737 MAX 以及刚刚讲了种种的问题 到今天 它的声明已经臭得非常非常厉害了 对不对 这个臭的声明 再加上 我相信航空业 全世界的航空业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群人 而是很close net的一个一群人 它的信息的往来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之下 在这个前提之下 波音怎么可能再能够恢复到从前的光荣 我这个是明智顾问 对不对 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原本的 原本的所有的因素 包括乘客 他们现在准备把波音737 MAX改名 叫做波音737-800 改名字 但是这基本上是欺骗乘客 那航空公司也是 无可选择才会买波音 但是现在他们可以不买 事实上已经 2月的时候已经cancelation 现在新冠疫情在这个月 一下子指数上升 那我相信你在这个月 跟下个月到5月 那个取消订单的 不会是只有五六十架 而是几百架几百架的取消 波音基本上就是完蛋了 那就雪崩了 对 我过去这一年一直跟你讲 美国的经济 像是一个山上雪击满了 随时都可能雪崩 我那时候说不晓得哪一片雪花 会把它引起来 结果没想到是来了新冠疫情 就好像有一枚小型的原子弹 空炸了 事实上你说的这些 波音的名声臭了 我再跟你讲一件小的消息 就是在去年6月的时候 FAA还特别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 来研究波音737 MAX的事情 他们到了10月的时候 我把报告搞出来 这个叫做JATR报告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JATR报告 是由一个退休的MTSB的 Commissioner总管来挂名 叫做HART 所以叫做HART Commission 来做这个所谓的JATR报告 报告出来呢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都是说 我们从此不能够让波音为所欲为 我们必须要加强监管 基本上就是一堆空话 这个空话出来以后 到了2月25号 有三个民主党的参议员 我要提醒大家 参议院是共和党的 所以你少数的党派 没有什么用 但是他们还是出面说 你这个JATR报告里面的 建议太空洞了 光是这样子我们不相信 必须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监审机构 就是在FAA之外 在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 专门来搞Aircraft Certification 就是认证的事 就是他要把飞机认证的事情 从FAA拔出来 交给一个新设立的独立机构 然后接下来众议院到3月4号 有消息传出说 他们正在讨论说要有一个法案 也是沿着这个思考路线 你或许会问 这不是自己找自己的大公司的麻烦吗 我可以跟你讲 这同一篇报告里面就提出 这一篇报告的sponsor是谁呢 是美国航空业的服务员工会 你意思就是说 这是他们自己为自己的安全来做的事情吗 对 所以你刚刚我为什么会想到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 波音的名声已经凑了 航空公司还是无可选择 因为他们必须要买飞机 但是你说这些飞行员 这些空乘员 他们是拿自己的命来开玩笑的 他们才不愿意这样的 我并不是认为这些民主党的法案 真的会通过 因为事实上 一旦波音说 我的口袋都是空了 我一穷二白我要破产了 他们不可能真的再去为难波音 到时候我刚刚讲过 我预期联邦政府都要去rescue波音了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法案会通过 但是至少会闹一阵 闹一阵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些工会要求对波音施加压力 这基本上都是谈判的筹码 他们希望波音这次能够表现出诚意出来 然后让他们有点信心说 这个飞机不会每两年掉一架 事实上在过去这一年 爆出来的几十个坏消息里面 就有一个是说 在2018年10月第一次 印尼的失航的G37 MAX 坠机之后 FAA内部的评估 就说MCAS的每隔一年半到两年 就会掉一架 他们没有想到是五个月掉一架 结果他们已经知道 每一年半到两年会掉一架 他们还是两手一摊去补考 他们说这一年半到两年 掉一架的原因是因为品质故障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问题 不是 因为软件本身设计就有很大的问题 有下次 因为软件 我刚刚举过详细的例子 2009年的那次Crash 还有MCAS的两次对机 他们都是同样的 波音的飞机737上面都只有两个传感器 有两个传感器的话 你就不能够两个都用 为什么呢 你如果有一个坏掉的话 电脑不晓得哪一个是对的 对不对 你如果要投票多数决的话 你至少要有三个传感器 Airbus的飞机都是有三个 三个或甚至四个传感器 因为它原本都是电传操控 Airbus的飞机从30多年前 就全部都是电传操控 都是用电脑来帮飞行员来做决定 所以它设计的时候传感器都至少有三个 波音没有这样子 波音没有电传操控的传统 所以它的传感器都是为了省钱 只有两个 那只有两个的时候 我刚刚讲过 你就不能够让电脑两个都看 它一次只能看一个 所以你那个只要一个 你在看的那个如果出了毛病 电脑就会发疯了 2009年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那次坠机是这样子 最近这两年的两次G37 MAX的坠机 也是同样的原因 就是它的G37 MAX是那个公角传感器 出了错 然后那个电脑认为它的公角太大 有可能会失速 它就赶快把那个机头压下去 事实上公角没有问题 你是平飞 但是它把机头压下去以后 你那个飞机就直接摘到地上去了 你说要不要再加一个公角传感器 你要不要再加另外一个传感器 要加可以 但是你需要的时间是两三年 然后再加上重新认证又是两三年 因为飞机这种东西 刚刚我提过中国商飞的大飞机 也是一支言 就是因为认证很难 因为这种东西 它是很复杂的机器 但你偏偏又要能够做到 它的坠毁率出事率非常非常的低 是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出事机 那这样一来你就这个认证 还有品质管制就要非常非常的严 所以Jack Welch搞的那一套 NBA的那一套 你搞消费性的产品没有关系 你搞玩具 那个玩具玩五分钟就破掉 谁在乎啊 对不对 你钱已经骗到了嘛 对不对 小孩子不高兴也就不高兴 下一次他们就忘掉了 飞机这种东西 你不能够搞那种利润至上 你利润至上之后 一定会牺牲品质管制 所以你搞利润至上 今天的结果就是今天的这个样子 对 你把消费性的 他们把美国商学院跟NBA 搞这些利润至上的东西 先用在消费性产品上面 发现没有问题 我们的利润真的是十倍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 你不能够把这个用到重工业上面 尤其不能够用到飞机上面 火车汽车出了问题 你还只不过是抛锚弄到路边去 你这个飞机出了问题 可不是没有办法随便乱到处降落的 我自己也是学过飞机 我自己是一个所谓的 通用飞行的飞行员 我有执照 我140小时的飞行经验 你上去之前 照理说要花半个小时 把你这个飞机检查一遍 我有一次飞机飞上去以后 发现右手边突然噪音大增 看出去以后 结果发现有一片蒙皮掉了 就是机翼下面有一片蒙皮掉了 在那边在风中这样子飘来飘去 我赶快紧急降落 后来发现是他们维修的时候 把那个蒙皮的螺丝拿下来 没有再装上去 没有再装回去 所以我飞上去以后 被风一吹 它那个蒙皮就被吹掉了 这种事情不是我的错 因为我的飞行前检查 没有包括那块蒙皮 但是你说出这种事 如果是出在汽车上面 有没有危险呢 没有什么危险嘛 就弄点噪音 你停到路边去 然后看一看就好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 吓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有关于波音这个事情 我想 因为就像任何一个 我前几个节目 谈国民党 我在讲 我在说 国民党老实讲 我也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我对国民党老实讲 是一个老的品牌 我跟他从小在一起长大的 对不对 多少有点感情 你这个品牌慢慢的没有之后呢 我总是觉得有点惋惜 我想波音也是同样一个状况 这么久的公司了 我刚刚在节目前 看了一下 103年了 一个公司要维持103年 也真的是不简单 对不对 美国最后的一个机械工业的民主 就这样子被人搞毁了 是他们自己搞毁的 真的不是竞争者把他们弄掉了 我这么样来做一个结尾好 从波音的经验 孟元 我们应该学到什么样子的教训 任何一个 不管你是做生意的好 做人爱也好 或者是你从事任何一个事情 我认为资本主义被美国推到这个程度 太过头了 你即使是产业本身 在这种利润至上的治理之下 都会自我崩溃 那你更不要提 像是处理新冠疫情这种社会性的问题 我们人类追求全民利益的最大化 这个即使局限在经济上面 你都可以用波音做例子说 这种利润至上的经理哲学是 self-defeating 自我损伤的 那更不要提超过一般经济的范畴 有一些危机 政治 还有与大自然的斗争 这样的事情 你绝对不能够拿理由 像那个 我这几年 其实 我对中共的印象 好转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还有公有制 但是在过去这20年 他们其实也开始搞私有制 我觉得已经是 就是被像 Jack Welch这样的人忽悠的 你看看像联想 中国的那个 最大的PC公司联想 据说他们的那个 创始人柳传志 就是Jack Welch的 崇拜者之一 对不对 那联想搞到现在 我不知道他们的利润怎么样 你追求利润的话 也许真的可以得到利润 但是他在产业的能力 科技能力上 有没有为国家 做出什么贡献 有没有什么新的发明 对人类有什么 人类社会有什么新的 发明创造 什么都没有 就是他完全没有那些 附带的价值 世界上 做 世界上 国家竞争 我们事实上还存在一个 很不合理的世界格局 就是分成100多个国家 然后国家国家之间 有很强的竞争 这原本就不是一个不合理 不是优化的一个局面 在这个局面下 你如果接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然后想要对他来做 政策的优化的话 你必须要追求工业化 你必须要追求科技的 制高点 那这些事情 这些都是不能够靠追求利润 来得到的 因为你追求利润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out source 然后金融化 Jack Welch到 掌管GE20年 头十年是靠财源 后十年是搞金融 把GE Capital搞出来 2008年的金融危机 爆炸的最厉害的 金融公司之一 就是GE Capital 你如果去跟着美国人搞这一套 就是引证止渴 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希望世界上 其他的国家不要再受这些人的忽悠 他们这些理论提出来以后 受到资本控制媒体 所以那些像华尔街日报那些媒体 都大肆吹捧他们 那些经理也一个比一个 要热烈的 我刚刚提到像Millenberg 去追求股票价格 追求到连Kalhoun 这种基因出身的人都认为太过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刚刚讲过 因为你不管年薪是几千万 都比不上你那个股票齐全 几亿几亿的赚要快 那基本上这是最方 这些哲学 这些美国的经理哲学 是最适合政商不好 掠夺国家经济来自肥的 所以呢 一个国家如果要照顾全民的福利的话 绝对不能够采纳这种政策 问题这个前提就是说 这国家并没有把全民的福利放在第一优先 对 就是你如果让股票所有人跟经理人的利益最大化的话 这些利益一定是来自全民 来自其他国民的利益 包括你的客户 包括你的员工 还有包括整个国家的国力 都是要为之而损耗的 所以波音其实是一面镜子 这已经是美国机械工业的最后一个明珠了 波音倒下去以后 美国还有什么 就是Intel 还有一些软件公司 这些其实就是纯粹消费性的 你像Google或者是Amazon 这是纯粹消费性的公司 这都是无根之草 真正的根基只剩下Intel一家 还有一些做半导体器材的公司 这样微弱的根基 能不能够撑得起一个20万亿 一年的GDP呢 绝对不够 你光是 光是波音今年就影响GDP成长率1% 所以Trump原本就很急 上个月他原本还说要停止 对商飞机C919的引擎供应 我想就是因为拍了脑袋 人家跟他讲说 波音737 MAX的问题会影响GDP1% 所以我们要赶快打击他的竞争对手 其实不是他的竞争对手的问题 是波音自己上了岔路 上了邪路 你自己走火入魔 怎么能怪别人呢 对不对 当时他的官员就瞠目结舌 马上几个小时之后就泄露给媒体 媒体上就报道出来 然后当然G1就是那个引擎的供应商 马上去游说 然后游说的最重要一点就是 张飞的那个飞机还要两年才会出来 也就是在大选之后才会出来 那你现在就拦他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中美贸易战 还有波音的这件事情 出现的时机都很好 都是因为现在习近平还在掌权 他是有改革的决断的 如果能够提醒他的幕僚说 这都是错误示范 就是教导你不能够做什么 那么他或许能够悬崴热马 把一些私有制 私有化的进程扭转过来 因为真的有些工业你不能够走私有化 中国最成功的高科技公司是华为 华为没有上市 华为要是上市的话 怎么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在最近的博客上有一个评论 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你最起码有三个产业 不能够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 第一个是医院生医医疗 第二个是法律 第三个是教育 这三个都应该是国有化 为什么呢 因为生医是有关人命 法律是有关公理 而教育是有关年轻的下一代人的心智 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在自由市场上让人家买卖 你不能够卖给the highest bidder 对不对 换句话说不能变成一个profit center 不能赚成一个赚钱的机构 不能够让别人为了利润的考虑来做决定 对 对不对 因为你人命跟公理跟下一代的心智 这些太重要了 这个比金钱更重要 比利润重要太多了 对对对 除了这些以外 其他像是高科技发展 你看中国要发展高科技 凡是让他们自由竞争的就都不成功 比如说私家轿车 凡是用国有企业去搞的 比如说高铁非常的成功 十年之内就超过原本的老师 对不对 你可以看出 这并不代表说你坐了高铁以后有利润 他们并没有赚钱 但是他们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极大的 就是社会利益 社会收益是非常大的 这里的真正的矛盾就在于股东的利益 跟社会的利益往往是对立的 这句话很好 这句话非常好 对 考虑私有制跟公有制的时候 要考虑 你是要对股东的利润最大化 还是要对社会的利益最大化 比如说你立医院 美国的医院现在都已经私有化了 在过去这五年 我的私人医生退休了 为什么 他做的不爽 他以前是个体户 现在他服务的医院变成私有的 他变成一个雇员 他不想干 因为一切都是利润至上 公司发一篇公文说 你必须要多开这种药 因为这个药的利润是百分之几千 他必须要做 因为他是雇员 他不愿意干这种事 对不对 你在一个医院里面 医院的股东的利润最大化 真的会是对病人的利益的最大化一样吗 我认为不是 对 这个 不是大灾问 而是大灾思考 这个论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在今天 我们步入21世纪 我觉得人类要重新思考 这些事情 因为从前我们被灌输的很多观念 现在慢慢慢慢发觉 是不正确的 英国跟美国 在过去200年 是先后任的霸主 然后他们就拿这个霸主的地位说 我最成功 所以我的制度最好 我要提 这有两个问题 就是你事实上是只有两个统计点 两个数据点 在统计上两个点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说你这个可能是一个巧合 可能是只是因为 你的天赋特别好 像美国的天赋不好吗 北美这个地方矿产丰富 对不对 气候温和地大 人稀 你说他的 然后有两洋的战略优势 你说他们的天赋不好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他们得到霸权的过程中的体制 其实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英国在 拿破仑战争时期 就已经确立是世界的霸权 那是1812年 1815年 就两次打败拿破仑 你知道那个时候英国的公民有投票权的占百分之多少 占百分之三啊 那算是民主吗 美国的初选是由党员投票 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1960年 美国是最晚最晚你到二战就已经是成霸权确立了 对不对 他们得到霸权的时候的制度 跟后来现在采用的制度完全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美国现在的这个企业的哲学 这种经营哲学 我说过了是70年代 80年代 Jack Welsh出来扭转的 在那之前不是这样的 在那之前60年代的时候 他们的 那个经营哲学是说 一个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 对 他们那个讲的时候不是stackholder 而是stakeholder stakeholder就是除了员工顾客之外 连整个社区的居民他们都有责任了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制度 不是他们兴起的时代的制度 所以他们拿他们那个对外宣传的时候 忽悠人家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说我们是世界霸主 所以我们的制度一定是最好的 你们都要来抄我的 这完全是骗人的 他因为你们抄了我的制度之后呢 就不可能赢过我 因为同样的制度 我是霸主 我是incumbent 你们不可能竞争得过我 你们用你就不可能有更高的效率 然后呢 你看像中国或者伊朗出了事情 这次出了疫情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处理 因为中国是因为对病毒的性质 了解不清 不晓得它的传染力这么厉害 伊朗呢 是完全没有那个科技能力 来做基因分析 来做检测器 所以你根本 你说不像美国是 人谋不脏不去检测 伊朗是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检测 但是你这样子 一月的时候中国疫情扩散 二月的时候伊朗疫情扩散 你看欧美的那个媒体讲些什么 他讲说是 他们的体制的问题 他们是独裁的 跟独裁有什么关系 伊朗的问题是他们穷啊 中国的问题是因为病毒是从那边开始的 你刚开始的时候搞不清楚状况嘛 对不对 他们的 他们 就是 占了便宜 就说是他们自己的体制好 别人出了问题就说是别人体制坏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他们还真的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这些话 问题是 对 就是这次欧美的他们的疫情处理会这么糟糕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把自己的民众忽悠了 所以像德国 他们没有去试图做隔离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是自由民主 我们不能够跟中国一样来做那个 WHO拼命的要跟他们讲 他们真的是已经很委婉 很客气 但是一再反复的讲 请你拜托拜托 你们去照抄中国的 那就在今天 WHO还在讲说 为时未晚 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能够采用 采纳中国的政策 我们还是能够把它防止下来 但是他们不愿意啊 对不对 因为他们已经被自我忽悠了嘛 对 这个2020年呢 我们都知道会是一个 动荡的年代啊 但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之中 我也希望 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健康 我认为 当然这还不是大几率事件 但是就是有一个小几率 但是是一个有限的 不是无限小的几率 就是欧美会有一两个国家 会因为社会秩序的崩溃 而做出深刻的改革 当然这要试这个疫情到底弄到多大 如果他夏天就 平缓过来的话 也许就 每一个 每一个欧美国家就这样子的门混过关了 死了几十万人以后 然后 就假装就没有发生过 反正都是穷人嘛 对不对 都是穷人 对他们来说 这些穷人只是领福利金的人 这是一个负担 就好像 不把国民当作一种资产 当作一个 你的主人 他们这个所谓的民主都是 放在口头上骗人的 所谓的权力跟自由 一个最重要的人权就是生命权 你不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话 其他的都是空话 对 现在我想意识到这些事情的 全世界的民众越来越多 我想经过这种 这种coronavirus这样的事情 也是一点一点的 或者一点一滴的教训 慢慢的老百姓可能看得更清楚了 我 我过去这六年选博客 我希望 对世界的贡献 其实能够遏止 那个大对撞机 那个虽然是大概千亿美元级别的浪费 但是如果能够挽救 世界上 比如说中国的人民 或者其他第三世界人民 能够理解到 英美的这些宣传 其实是忽悠 让大家比赖 你必须要 用理智 理性的逻辑态度 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政策 然后以 全民的利益 来作为第一考虑的方向 能够有这样的理解 能够把这样的资讯传播出去 我想会是比大对撞机更大的贡献 所以我会不断的在我的博客 跟任何一个机会 比如说在这里讨论这些事情 因为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我一直觉得对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 最好的一句赞美词 是我在一本书上 无意间看到的 但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好 我想我能做的贡献里面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会一直往这个方向努力 对 这也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 所以说我们有志一同 我们互相鼓励吧 对 是